说起这个方济啊 他还有一顿经历 好了 大家可以下去了啊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陈超主教授 不是很熟悉 陈超主教授是我们成都中央大学的 方济学的创始人 最开始的时候啊 他的一个表亲 得了一个产透的便利 生完孩子以后 会有便利症 他经常用这个古中医器堂治疗 每次治疗效果都是很明显 刚好有一次啊 陈超主带着他的职儿学习 有一次陈超主外出讲学 刚好他这个亲戚呢 又患有便利 又找他来了 他不在 他说那你就找我的学生嘛 他的学生就在古中医器堂 原方的基础之上 加上一个一股草 加上一个指食啊 回来之后呢 他那个亲戚说 说你学生开的这个方济 比你开的有效多了啊 为什么你看还是古中医器堂 只是加上一个指食 加上一个樱草 后来呢 他就带给他的这个学术团队 在临床当中去做了一种动物的实验 发现古中医器堂这一种 给这个小鼠惯伤之后啊 这个小鼠的肠道的蠕动增强 频率增快 而且排出来的大便还是非常的成型的 有节律的啊 就像我们所说的正常的排便 并不是说吃饭以后出现什么西样变呢 浮屑样变呢 所以他就提出来什么 他说真是长江透浪归浅浪 一代新人胜旧人 所以他就把这个古中医器堂 加上指食和一摩草 起名叫做一系通便堂 在陈老的学术报告当中 陈老在全国各地做学术交流和讲学的过程当中 啊 经常讲到这件事情 所以把他的这个方子也记载在他所出版的著作当中 大家有机会买一本这个书 叫做中医治法语方记 啊 叫做中医治法语方记 所以在临床上 我对一些啊 结肠手术之后 或者是放发疗之后 引起的这种气虚便利 或者老年性的气虚便利 排便利啊 不规律的 三四天四五天 甚至一周一次的 祖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 轻微有一点点发胀 但是大便呢 就是下不来啊 有些人说了 大便都到当口了 就是下不来 每天呢 都得是练功啊 油肚子 推 是不是啊 哎 我们追踪这个方记 表现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把这几个知识点记住 啊 此时配音末草 在临床当中 可以治疗群麻疹 有皮肤病 可以通便 可以治疗心律失常 可以治疗肌无力的各种下 都是��验的 请准uez 有皮肤病 没有 我 记得 不过 你的麻疹 就 麻疹 谢谢 来 这是多大米的 越决拍过 这钱是什么时候接受的 这都用烧闷器的 超吸板胸 是什么时候接受的 多吗 不是很多 就是这种都是原理 去用那种的辣椒是吗 吃完就吐是吗 你... 甚至 身指奔弓拍摇晕博黄拍 大概生一下 血指奔弓拍摇晕博黄 好了 好 你让我们看下解采 现在主要就是 你是吃着弄不了还是打点击的了 打点击的 我们去的一切口干走口 就在休闷期的 都心黄吃多么迷你耳累 吃不好多么痛是吗 打电几次 打电有一个 反正一切有点好多一次 但是一分应该还几次 嗯 好 吃点好多 嗯 好 知道了 二个 二个 那么患者 今年四十八岁 应该是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手刀进行了子宫切除 现在最主要的灵状表现就是什么呢 就是胸闷气端 上不来气 心慌心跳 心计正宗 自己认为免疫力低下 神披乏力 神披乏力 胃完脾闷 胃不舒服 吃不好就容易顾 口干口苦 板酸烧心 大便不调 有的时候一天好比次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天还一次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大便不调 蛇指是一个淡红蛇 蛇指淡红 胎呢是薄黄胎 脉是尘系小朔的脉相 脉尘系小朔 这个脉相呢是一点劲都没有 那么我们很多的医生啊 在我们临床当中看病的时候 都是两个极端 什么极端呢 如果这个患者只有一个症状 其他的什么都正常 你也不会治 为什么 不会变症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患者症状太多了 你也抓不住主症 你也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 你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两方面的极端呢 是不是啊 比如说这个患者大师我就是脸 我什么都正常 对不对 你又不会治的 对不对 我其他的我一切都正常 对不对 我就是睡不着觉 所有的没有立场 你可能治疗里的难 第二个患者说的太多了 从头到脚都是正常 你也治疗不好 为什么 主症不抓不到 不知道应当是哪个 不知道应当是哪个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当是以舌诈面证 不是以舌诈面证 结合脉相 你看他的舌诈半红 胎国王 一看就是一个虚相 啊 虚相 脉呢还是尘气小朔的脉相 所以他肯定是一个虚证 肯定是一个虚证 那你说他还有口干口骨啊 啊 还有烧心反酸等班啊 哎 你结合他的这个症状 他也就是一个虚中假实的症状 所以像这类患者 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 我们用药一定要注意 啊 李东元不讲过吗 有胃气则生 无胃气则死 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 治疗疾病的时候 一定要是以 不顾患者的脾胃为先 啊 过去没有一个话吗 让他能吃多少饭 才能吃多少药 他饭都吃不进去 你说他能吃两个药 他也吃不了 所以在临床当中 上下交损 当治其中 症状比较多 比较烦乱的时候 你一定要从宗教来论治 这个就是我们临床的便证依据 啊 脑内也不舒服 心脏也难受 胸闷气短也没有劲儿 是不是啊 哎 心情也不好 口干口苦 有连腿也发远 咽尿频多 大便也不痛快 哎 症状太多了怎么办 你就从宗教来论治 啊 就从宗教来论治 那么这个患者啊 这个患者啊 这个患者我们把他诊得为什么呀 我们把他诊得为虚死啊 我们终于有一个病 叫虚死性疾病啊 也就是我们终于那个最后一天叫虚死 也叫虚老病啊 也叫虚老病 那么他的病基是什么呢 我们把他的病基啊 我就说啊 这个大姐啊 我们把他的病基 概括为干脾气玉 干脾气玉 干脾气玉 啊 我们就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了 干脾气玉来概括 啊 那么我们选用什么方基呢 我们选用什么方基呢 我们选用什么方基呢 以调谱中交为主的 我们给他用上香背六菌汤 香背六菌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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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的是香腹 二十颗 折背三十颗 折背三十颗 太子参二十颗 云灵十五颗 草白猪十五颗 半下 我们用的半下是法半下 法半下十颗 陈皮十颗 炙干草 炙干草 六颗 这是我们的香背六菌汤 就是香腹 配上折背 加上六菌汤 啊 干脾气玉 我们用一些开玉的 蛋豆齿二十颗 焦脂子 十颗 我们合上 我们合上 枝子齿汤 我们合上 枝子齿汤 啊 我们合上枝子齿汤 蛋豆齿二十颗 焦脚 焦脂子 十颗 啊 焦脂子 十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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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颗 浴巾 二十颗 可以了 啊 可以了 香背六菌汤 加上支支齿汤 和仓土浴巾汤 治疗的是干脾气液所引起的 其实像这个大姐应该检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啊 我们考虑还是西医所说的一个 啊 神经功能的混乱 终于诊断为干脾气玉 啊 如果你后面再想说 这是干脾气玉以后 导致了气血不足啊 干脾气气血不足 啊 这个方便先吃十五天的 然后不吃辣的或喝酒啊 然后还得少生气 心情还得好一点啊 嗯 好了 嗯 嗯 好了 嗯 好 大家记住啊 这个在临床当中 症状错终处杂的情况下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叫 上下胶是当至其中 一定一条中胶脾胃 因为中胶脾胃啊 中胶脾胃啊 它有一个波旋的作用 什么叫波旋呢 波旋是个外交的名词 比如说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啊 啊 产生矛盾了 但是呢 可能是我们中国 对这个国家也有影响力 对那个国家也有影响力 那么我们中国呢 就在两边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 我们中一百分点 就是引申过来 就叫中胶的波旋功能 啊 那么六菊子汤这种方技 正是恢复中胶波旋功能的一手非常有效的方技 大家不要想起来 六菊子汤我天天都没什么效果啊 但是咱没变正准 咱变正准的都有效 啊 金方十方都很有效 你看我是搞金方的 但是我很多我把这个像你看五菊一鸡汤啊 六菊子汤啊 我都把它拿进来 当成金方的体系有用 啊 啊 前一段时间出门诊的时候 我还跟我那个几个土地说 我还跟小贵说呢 我说你看老师是不是老了 啊 小贵说怎么这么说呢 我说你看我现在用的方技 啊 我说你看咱吃了打病 各种肿瘤的 是不是 各种千七百怪的病 你看我用的方法都是什么呀 不是六菌子汤 五菊一鸡汤 小财福汤 四利散 半亚谢心汤 我说你看我用的都是这些方技 啊 但是我弟子说到 谁敢用这些方技 这患者聊 是好的都不得了 所以我们说什么意思啊 中医不在于你用什么千七百怪的方技 在于你变正的灵活和准确性 啊 为什么加上香复和大备的呢 在我们一中金箭当中 有一首名方叫香备养龙汤 专门治疗乳炎的 就是乳腺癌术后 气血不乳 乳腺不畅 他用的就是香复和大胃 配上八真汤 加上陈皮 戒肯而成的 这种方技 我们治疗乳腺癌 放化了之后 经常用 所以我的老师 就把这个香备 香复配上责备 拿过来 作为一种药物应用 所以你看大家 我们学习这个药物 哪来的呀 都是古人的这个配方而来的 香复配上肺骨有很好的 书干解瘀至酸的作用 前天晚上学习的时候 我还被我的弟子去找了这个 我说你看看 在我们明乃有一个著名一家 叫做卢坤 他写的一本书叫《一方考》 在《一方考》当中 这个贝骨只有一个作用 刘诸居杰者 亦用贝骨 什么意思 贝骨在清代的时候 清代以前 明代以前的时候 专门是用来节御用的 不像我们现代认为 贝骨是化痰的 善结的 你看我们古人 对中药的这个认识 是从早到现在 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所以我经常用香备 干什么呀 书干 礼器 解育 化痰 散结 治酸 清热 因为你六菌子汤 你有温燥 加上一味苦寒的贝骨 还有解育 还有治酸 还有清活的作用 这首帮戒 还不过于温燥 特别是配的芝芝汤 清热 欲热 他们单是继郁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选择这首帮戒 好 戴一个 准备一下小孩 是不是 嗯 给我十年没有小孩 是吧 嗯 先给女士她 我们一起做些 嗯 嗯 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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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痛 嗯 黄奖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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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银行 呃 嗯 嗯 但是现在已经痛迹了 说吧 来的时候痛还是要来的普通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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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是些护色的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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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几次 可以进步 大约零点等到 嗯 抽烟 抽烟 抬头 好 手指档案 他有点点薄红 手指档案 他有点点薄红 好了 知道了 嗯 这一点 往后再点 好 好 点点按一下 你说这吧 我把这个经理长 啊 刚才啊 这个朋友啊 做拿化验单来拿一堆做的这个化验单 啊 都已经结婚十年了 啊 一直叫小孩从来没有玩笑 所以说我刚半个一天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是你终于做这种啊 啊 这种这个啊 抗精子抗体 还是做了阳性 闹瘦啥都不需要看了 因为只要是回应症的患者出现了抗精子抗体阳性 你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啊 啊 别的都不重要啊 啊 别的都不重要 啊 别的都不重要 那么这个问题啊 其实在我们中医学当中解决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这个抗精子抗体阳性的时候 它的回应的成功率 它只有千分之一 啊 很不容易回应的啊 啊 因为它有对抗精子的作用 啊 比如说两个人到一起以后 到一起以后 啊 这个精子进入女方的啊 子宫内以后 它就把它当成外来的这个物质给它杀掉了 那还能受孕吗 是不是 不可能受孕 是不是 啊 那么说到这个事情呢 啊 我前一段时间呢 啊 也治疗过一定这样的患者 也结婚了 啊 五六年了 没有小孩啊 啊 也是这种情况啊 啊 大概我再聊了四个月啊 啊 上个月刚生小孩啊 生了一个 啊 八斤的这个男孩啊 啊 他向我们一大区检查 一大区不可能怀孕了 啊 怀孕的话 嗯 必须得是跟别人怀孕啊 我说不能啊 我说咱们终于能治这个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方式给大家讲一下 对于这种啊 烫精子烫体的 我们中间有一个方 叫做烫免疫方 专门去治疗这个病的 啊 这个疗效很好 大家要想说这几个方 啊 这个方就只有五位要组成 啊 只有五位要组成 第一位要是当归二十颗 当归二十颗 啊 穿胸十颗 穿胸十颗 赤勺十五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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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木香十五颗 不是青木香 是广木香 就是我们门队用的正常的木香 啊 十五颗 一亩草三十颗 一亩草三十颗 就这五位要就叫做啊 啊 抗免疫方 专门来对抗啊 这种啊 啊 抗精子抗理阳性的 这个方技是我们啊 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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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教授 著名教授的经验方 在我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 国安本医院 好像大家没有人 不知道这首方技的 只要是搞不认证的 大家都知道这首方技 啊 这首方技 比较小很好 但是是不是就用这五位要治疗呢 不是 刚才这个朋友说 啊 月经很规律 但是每次来月经之前 现在有痛经的表现 啊 每次来月经 都有痛经的表现 你看他的舌尺呢 还有点点暗 啊 点点暗红 他有一点点飞黄 啊 所以 他里面还有什么呀 有该于化国的表现 啊 有该于化国的表现 所以我们还需要 给他合胜一个方 啊 还需要给他合胜一个方 给他合胜一个什么方呢 给他合胜一个四溺散 啊 财虎十五颗 啊 纸鸟十五颗 啊 纸鸟十五颗 那里面有纸上了 都不用加了 啊 生丹草六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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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溺散加上 汉民一方 碳免一方 壁龙十五颗 壁龙十五颗 卢龙十五颗 � Mr 龙一条 无工一条 无工一条 就需要这几个 要 就需要这几个要 啊这个方 给你开完以后 文攻一条 就需要这几个样 这个方就给你开完以后 我先给你拍这个方 然后呢 我还给你拍一个方 这个方平时吃 然后等你拍卵期的时候 我给你拍一个助排卵的 然后你算上去就拍卵期 拍卵期的时候 我会为大家讲解三期皮肤病的治疗 然后我会为大家 专门讲解 会为大家专门讲解 我们第三期的 后边有一个专门的学习班 我会为大家讲解三期皮肤病的治疗 然老师呢 会为大家专门讲解 专门讲解 不清楚女科 警略全书妇人归 金贵要略妇人三篇 啊 那么还有我们张希成的女科金方 还有我们医中金见妇科心法药学里面 在临床当中最实用的 啊 这些妇科方 包括调经的 种子的 产后的 产后的调理 以及呢 不愿不愿 女性疼强原性包裹的治疗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杨老师可以说是我们辽西地区的处科大家 门诊 患者量非常的多 啊 虽然也是看内科杂病的 但是啊 主要是一看处科特别的擅长 特别有经验 所以我有很多的方机 也都是给杨老师学的 虽然我们俩都是大学同学 但是我们啊 彼此互相学习啊 有些内科啊 你看杨老师说 我都跟余老师学的 我说有一些副科 我都是跟杨老师学的啊 啊 因为中医嘛 都不有所长啊 在父亲中女科当中 有一个专门能够促进啊 排卵的 促进卵套发育成熟的 也就是他促进率非常高 这一手方机 叫做定精汤 大家把这种方机记住 专门治疗 肾虚干预所引起的不孕 啊 呆于肾虚 或者肾虚干预所导致的不孕 啊 那么定精汤呢 是由八个药补成啊 第一个药是当归二十颗 当归二十颗 草白勺二十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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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斯子三十颗 这八个药 就是父亲宗女科当中的 著名的促进卵套发育成熟 促进排卵 促运的一张非常有名的方 叫做定精汤 援助当中治疗的是 月经先后不定期的 我们不取它这个 我们不管它月经先后不定期 不定期的啊 我们只取它助孕的作用 促进卵套的发育成熟 促进卵子的排充 啊 那么由这八个药组成 啊 我们少加一点点活血化鱼 要增强它的疗效 啊 少加两倍活血化鱼 要增强它的疗效 因为什么呀 卵套发育很好 卵套也很成熟 但是你排不出来 为什么排不出来 肝的疏泄功能无力 肝的疏泄功能 调烫气 及促进男子经验的排泄 女子卵子的排泄 所以你看我们的定精汤 有很好的促进卵套发育成熟 并且排泄的作用 但是我们在病床当中发现了 啊 有很多人这个女性患者 哪个方面都挺好 该排卵的时候排不出来 啊 网牌也正常 发育也很好 但是就是排不出来 啊 就是排不出来 所以我们加两个药 一个药 这个小方叫做 木香无公散 这也是我们陈超谷教授的方计 所以你看我们中学 你得反途学习 是不是啊 木香就是广木香 啊 广木香 啊 用大量 十颗就可以 广木香 十颗 无公一条 无公一条 在排卵期的时候 一定要用一些温性的药啊 不能用一下主行过度的药 所以我给他拍两个方 一个方子 就是四密散 和烫野一方 平时的时候一直服用 啊 等排卵期的时候 换成这个 啊 定精汤 啊 换成定精汤 若没有什么大的情况 咱们就暂时先服用这个方计 咱们以三个月的一个疗程 好不好 然后我们许吃辣的 会有各种 看你放松心情 啊 放松心情啊 好 好 看一下这个 嗯 嗯 嗯 你要了是吗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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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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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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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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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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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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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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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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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